產業道路上滿目瘡疑 倒塌的樹木落葉散落一地 藍民園近騎著機車柯南前進 這前方 現在還要上去吧 小田 好 在上面 又再一次受到樹枝阻擋 就擔心自己走錯路 找不到報案人 機方向前方大喊 終於有了回應 穿越重重關卡找到報案的情侶 他們從台北來花蓮玩 租機車要上六十十三賞金針花 但路途風景越來越不對勁 才驚覺自己已經手捆山區 對啊 我們那顆電腦就下來 就是那顆而已 應該是過得去 就走旁邊 後來就 原來導航路線 是一條早已封閉的產業道路 沒有辦法抵達目的地 也因為颱風的關係 路面上出現多處障礙 警方於是透過手機定位 從另一條路線上山救援 紅色泥水不斷向下沖刷 先前颱風海葵來西 六十十山的連外道路 一度遭到封閉 沒想到現在又有民眾 遭到倒塌樹木 在山區動彈不得 消防員拿出電鋸 將重達上百公斤的樹木拒斷 道路才終於恢復通行 最後在警銷的合作之下 順利的排除民眾的困難 先前受到颱風肆虐 讓本來這封閉的路線 變得更加危險 走心這次平洋獲救 但下次出遊 恐怕還得先將事情準備做得更加完善 謝謝莊錦 網友伴侶傳媒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